花蓮市立幼儿园举办的幼儿园亲子运动嘉年华活动29号在县立体育馆热烈展开 小朋友们和家长将近千人在各式的趣味竞赛中停携欢度母亲节 同时也在欢乐气氛当中共度了温馨的亲子时光 花蓮市立幼儿园2023亲子运动嘉年华 哎呦我的妈咪主场秀 29号上午在县立体育馆热烈展开 小小朋友们除了以妈宝大会师揭开活动序幕 也进行了爱妈宣言 活动中市立幼儿园也邀请到水晶老师 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段亲子共舞 并安排互动去为游戏考验彼此默契 我们这场是为了妈妈而准备的运动会 那主要就是希望呢 妈妈这一年也辛苦了 也谢谢所有照顾私幼的宝贝 像我们很注重的是大肌肉活动 所以我们常常每天早上8点20到9点10分 都会在幼儿园进行大肌肉活动 也会有体式的课程 借着课程的内容 我们把它转换成运动会的表演 让孩子学以致幼 那我们也知道在疫情期间 已经取消了三年的我们亲子嘉年华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在后疫情的这个时候 那我们在我们小巨蛋举办了 今年第一场大型的活动 让我们的家长跟我们孩子都可以一起同乐 那我们也知道 那今天的我们办理非常多的一些活动的一些项目 都是爸爸妈妈跟孩子们一起 然后甚至有团队的一些项目 那也希望说孩子们能够在团队里面 学习一些团队的精神 跟一些纪律的精神 那今天真的也非常的开心 那尤其是在五月的母亲节 那也要祝福我们所有辛苦的超人妈妈们 大家都母亲节快乐 大家辛苦了 有趣的亲子活动 让场内欢小声连绵不绝 市长威嘉宴也发送麦当劳餐券 给每一位孩子 让近千名的大小朋友 在丰富的活动竞赛中 提前欢度母亲节 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 记者许丽琴 华联系报导